在早年,增稳水库新建的过程中,最艰辛的莫过于大坝主体的工程。 增稳水库的大坝体积呈锥状,底部宽900多公尺,坝顶宽约10公尺。 积聚填竹时得往上攀爬,爬得越高空间范围越为狭小,施工倍增困难。 但是施工单位总是能突破困难,并曾经创下一天做到三万立方的填竹记录。 这是由于荣民弟兄能日夜不错分班轮流赶工的结果。 这个水库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以自己的厂商,以营造工程契约来完成的工作的。 第一件,第一件,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带来荣民弟兄,大概有五千多人。 我们这个是梁板志,梁板志是一个星期一换,今天晚上起点钟上班,明天早晨起点钟就搅拌。 所以我们从我们这个甲住的地方到工地再搅拌再回到甲,我们一个人一天要做14个小时,那算起来实在很苦。 田竹大坝的庞大土方石,大约需要60多万车次来运载期限。 然而除掉年假及休假的历假日,仅仅只有600多个工作天,平均每天需要完成1000车次的运载量。 也就是每天要运走一万五千方的土方。这是相当庞大的数字。 但是对荣民弟兄来说,即使再艰巨的任务,也都阻止不了他们勇往直前的决心。 他们以渔工移山的精神和毅力,一步步地将大坝填住起来。 一个晚上这个需三四个小时,我早上五天都上去,不上去不行啊,用车梁一动的话,你必须负责营也一定也就在场啊,不负责的话,你这个营家要切啊,要处理事情啊,因为车梁在外面跑啊,尤其正蒙难当时,道路也不太好啊,三天两天出事情的啊,你这个装饰营啊,有负伤啊,接着事情很多啊。 那时候的这个工作条件比台中港还差,那么可以讲我们的住的地方,我们的工房都是最减落的这种铁皮房子,我们根本没有分个房间,那么所以大家同人都是说用那个,那个木床啊,啊,那个榻榻米,那么一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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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个这样布起来,啊,位置设备也是可以讲是最减落最减落的。 田竹大坝的材料,必须像做千层高一样,一层层的往上田竹,再滚压。 大坝标高235公尺,共约887层,距千层已经很接近了。 施工过程中,监工人员随时要检验是否合于规定。 在如此严格的监测下,荣民弟兄本着革命军人一丝不苟的坐视态度,轻易通过考验,持续赶工。 即使退下战袍,军人本色仍令人敬佩,让人以重。 我们甚至可以说,要不是参与大坝建设的荣民弟兄,他们当年的执着、负责与实在的坐视精神,增稳水库的大坝不会屹立到今天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